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三集第十三章解剖 银月凶狼从高空无力的坠落 他的双眸渐渐失去色彩 在这死去的一刻 他回忆起了他的一生 作为狼类王族银月狼族 他从小就渴望成为领主级存在 他也一直做得很好 而且也成为高级寿将级的巅峰 距离领主级只差最后一步 可是他遭到一支拥有人类战神级舞者的小队的偷袭受了重伤 幸亏靠着银以为傲的速度逃了出去 可是逃亡途中竟然遇到了又一支战将舞者小队 这支战将级舞者小队 如果是全正气的银月凶狼完全可以轻易灭绝 可是他是重伤情况下 这支战将级小队因魂不散 一次次来追杀他 不管他逃到哪里 这支小队都能追到他 让人恶心的一群人类混蛋 死在一位精神念师的手里 也比死在那群混蛋手里好 宁月凶狼智慧极高 他是高级寿将级的狼类王族 可以媲美一般领主级怪兽的智慧 而领主级存在的智慧 一般就和正常的人类相当 死也得死在强者手里 碰 银月凶狼庞大的尸体重重的砸下 令一面摇摇欲坠的围墙轰然倒塌 而罗锋也是紧急着落下 哈哈 没想到我竟然能杀死一名银月凶狼 罗锋站在银月凶狼的尸体旁 常常松出一口气 而这时候四柄飞刀都在罗锋周围飞舞着 落入裤腿飞刀袋内 嗯 还有两柄呢 罗锋目光一扫周围 一看到前方两个水泥的地面的深坑 连水泥地面都因此阵列开来 在这个深坑的深处 正是两柄六系的飞刀 这一幕不由得令罗锋倒吸一口冷气 银月凶狼的速度 爪击力量都强得不可思议 方正被其他小弟发现 先解剖了这尸体 这一头银月凶狼可是价值凉成啊 罗锋顾不得多想 立即手持一柄飞刀 站在银月凶狼尸体旁边开始解剖 如今自己身上的兵器 血影战刀指着武器 能和终极寿将级厮杀 那飞刀是六系的 能和高级寿将级战斗 沿着银月凶狼父母 那早就裂开的伤口 罗锋猛的一用力 飞刀猛的滑下 嗯 罗锋一瞪眼 这早已经裂开的毛皮 自己竟然飞刀全力竟然割不开半分 这待不可思议了 要知道 怪兽身体没伤口时 解剖难度最大 可是一旦有一个大伤口 解剖起来难度就低多了 可惜高级寿将级的尸体 罗锋的力量还切割不开 靠 看来这解剖怪兽 也是高难度的 罗锋一笑 立即精神念力控制 一柄飞刀 精神念力的力量 可比自己手臂力量 强的太多 咕噬 沿着那皮毛的裂口 悬浮的飞刀猛然一切 顿时呲呲的声音响起 伤口再迅速的扩大 我用精神念力控制飞刀切割 他都这么耗费力气 罗锋大吃一惊 心中一动 控制飞刀悬浮的 猛然刺向完好的一块 背部皮毛 迎越凶狼背部 这是略微的凹陷 可这皮毛确实 根本一点伤痕都看不到 罗锋惊住了 太变态了吧 我这次可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罗锋忍不住惊叹 速度达到音速 攻击力那么强 连他这身最昂贵的皮毛防御 也惊人的高 如果他的完好状态 我遇到他 胜利可能恐怕也只有两三层 遇到天风的这头 营月凶狼 罗锋的飞刀 只能通过眼睛 耳朵鼻子等皮毛 不弱部位进攻 可是营月凶狼灵活度 罗锋的胜率的确很低 能有两三成 那就算不错了 啪哧哗啦 罗锋迅速的解剖着 先是将一张 神奇且昂贵的皮毛 给剥了下来 然后又将这头 营月凶狼 坚硬的利爪 给全部割下 这利爪 可都是用来做 高等克罗合金的材料 价格同样极高 还有营月凶狼 全身硬度极高的 一处头盖骨 獠牙 以及比较特殊的 两颗眼珠 反正价格高的 罗锋一律解剖 采集放入背包中 许之 现在人类社会 一些特殊产品的发明 就是靠在许多怪兽 身上的材料 全部搞定 罗锋常常松了一口气 原本庞大的营月凶狼 尸体现在只剩下一堆血肉而已 罗锋控制飞刀 收回裤腿飞刀带内 心中唏嘘不已 自己杀这头营月凶狼的时间 花费精神念力并不多 可是解剖尸体 花费的精神念力 却是之前战斗时 十倍还多 不管怎么样 大赚了 这次 我也能赚不少钱了 罗锋露出一丝笑容 火锤小队的金钱分配 是按照大家在战斗中 做出的贡献分配 就算你实力再强 如果猎杀某一头怪兽 根本没有出一点力气 武者小队自然也不会 分给你一分钱 而猎杀营月凶狼 完全是罗锋独自一人出手 罗锋的确会分到很多金钱 被人发现 自己弄到这营月凶狼的尸体 那可就麻烦了 罗锋一笑 能够重伤 营月凶狼的 恐怕高级战将 级舞者都无法做到 估计是战神级舞者 那皮毛上都有追踪信号 信号被我弄掉 罗锋可不想 跟一个能重伤 营月凶狼的舞者为敌 所以赶快走 送 罗锋迅速的 悄然离去 夜幕式 只剩下那一堆血肉 黑夜中 县城内大两怪兽 盘踞在各处 虎牙小队也正在小心的前进 骂的 那头猎杀者赶在县城里飞问 因为他是 兽将级怪兽 其他怪兽 根本不敢去招惹他 可是我们 只能小心翼翼的前进 和张泽虎并肩走着的 一名金状光头男子 纵骂道 等杀了这头猎杀者 我一定要将 这头营月凶狼的肉 给烤了吃 不吃他的肉 解不了一肚子的火 旁边的张泽虎 咧嘴一笑 连吉啊 那猎杀者身上有我们的信号 他不管逃到哪里都没用的 那猎杀者 在哪里啊 在队伍前面的火鸭队长 低沉道 队长 那猎杀者在距离我们大概 十三里地的地方 不过现在他不移动了 应该是在那个位置休息 使用热物器的冬子 拿着定位器笑着说道 顿时 火鸭小队众人大喜 不移动了 休息 哈哈 他们最怕猎杀者 银月凶狼疯狂逃窜 张泽虎 黑黑一笑 恐怕那头银月凶狼 以为自己藏匿的地方够安全 所以啊 藏匿起来准备养伤 他哪里知道我们的厉害啊 走走 这机会不能错过 一共十三里地而已 很快就到了 火鸭队长 双眸泛着心酸的光芒 低沉道 大家加快速度 说不定啊 这一次我们就能杀死 这头猎杀者 虎牙小队前进速度 立即大增 十三里地 无者小队真的快速赶路 就算是怪兽遍布 也能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到 大概四十分钟 前面就是银月凶狼 休息的地方 大家小心点 虎牙队长轻轻一挥手 立即 虎牙小队六名队员 开始偷偷的分成两个分队 从两个方向包夹 缓缓的朝银月凶狼 那信号发出的地方靠近 两个分队 没人敢说话 银月凶狼可是很灵敏的 一步 两步 三步 所有人小心翼翼 动手 虎牙队长一挥手 得到信号外的另外一个分队 也同时行动 嗖嗖嗖 两个分队 从两个方向 冲进那条巷子 刚好一前一后 距离银月凶狼信号处 大概有一百米的距离 六名队员 朝远处中央看去 那里按道理应该就是 银月凶狼所在的地方 可是他们并没看到目标 只有淡淡的血腥气 嗯 虎牙队长面色一变 不好 虎牙小队几乎所有人 迅速冲过去 都来到那一堆血肉旁边 在这一大堆血肉旁 还有这一串 微微然有一些 荧光的毛发 妈的 张泽虎抓紧毛发 咒骂道 被人抢了 舞者小队懂得在重伤怪兽身下 留下信号定位的很多 罗锋也知道这常识 加上这头银月凶狼 本来就重伤 所以很可能有信号跟踪 所以当精神念力很早一下 才发现这一串羽毛的特殊 直接给切割下来 混蛋 虎牙队长 咬牙切齿 面色猙獰 这么长时间都白忙活了 旁边的独眼中年人 气得脸色阴沉 走 虎牙队长双眸寒光一闪 低声道 干虎口夺食 抢我的东西 找死啊 这群舞者小队刚刚解剖尸体 为了安全考虑 很可能会立即赶到补给基地 所以 虎牙小队所有兄弟 我们马上赶往补给基地 以速度前进 争取在半途中追到他们 是队长 舞人立即应命 出发 杀气腾腾的虎牙队长一回首 同样一路的火气的火牙小队队员们 立即跟着队长朝补给基地方向赶去 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三集第十四章 补给基地 夜 繁星点点 星空下 破败的县城一中 一道人影 犹如黑色闪电穿磋前进 时而沿着街道 时而跳跃 穿过住宅小区 紧紧片刻 就抵达火锤小队队员所待的六层住宅楼 罗峰来了 嗯 似乎没受伤 火锤小队的队员们 拿着望远镜 看着罗峰进入住宅楼的楼梯 片刻后 罗峰就来到了天台上 队长 陈哥 罗峰笑着喊道 没受伤 嗯 不错 怎么样 有没有猎杀的那头影跃凶狼啊 队长高峰再沉稳 也忍不住连问道 陈谷 魏家兄弟 包括躺在地上的张科 同样一个个激动期待的看着罗峰 陈谷更是惊喜道 诶 罗峰的背包 哭起来很多 罗峰哈哈一笑 哈哈 陈哥 你的眼睛可真够毒的 对啊 刚才我侥幸杀死了那头影跃凶狼 将他给解剖了 东西呢 都收集在背包里 真的宰杀了 火锤小队几个人 一个个瞪着大眼睛 看着他 影跃凶狼啊 狼类中的王族 狼类怪兽 本来就少见 更别说这王族 银月凶狼了 这次我也是运气 罗峰忍不住敢踩道 这银月凶狼的身体移动速度 怕着达到了音速 攻击力也强的离谱 身上的皮毛更是坚韧的可怕 如果不是 他一开始就身受重伤 腹部有一个大的伤口 我想杀他很难啊 移动速度达到音速 沉过一瞪眼 太变态了 不愧是狼族 王族啊 可以媲美猪类的初等领主了 魏田也忍不住惊呼 不好 高峰面色大变 罗峰被队长吓了一跳 队长 什么不好 怎么了 罗峰连导 这银月凶狼已经身受重伤 肯定之前和人类舞者厮杀过 高峰焦急的连导 和他厮杀的舞者小队 说不定在银月凶狼身上的皮毛 留下了信号 一旦指着队伍追过来 找到我们 我们可就麻烦了 陈国也听了一惊 对啊 能重伤银月凶狼的舞者小队 不是我们所能惹的 很可能有战神级舞者 罗峰听到这 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队长 你放心 我虽然没有多少经验 可是第一次进入荒野区之前 自然是查探了很多相关资料 需要知道的一些基本常识 在杀死银月凶狼后 我就查探了一下 银月凶狼的身上 的确被留有信号 只是那一撮皮毛 被我给切割掉了 罗峰说道 高峰沉骨 这才松一口气 他们最担心 罗峰这个新人经验少 毕竟 抢人家重伤的怪物 一旦被别人追上 那可麻烦了 张科现在重伤 我们小队在荒野区也不能多待 大家在这好好地休息 等明天一早天蒙蒙亮的时候 我们就出发回补给基地 高峰说道 是 队长 一群人笑着应答 第二天一大早 火锤小队就开始悄然离开 0201号县城 沿着破旧高速公路前进 朝补给基地方向赶路 军区补给基地中 那个张泽虎正在补给基地的一个角落 和一名大胡子汉子抽烟聊天 最近你看到火锤小队的人回来了不 妈的 火锤小队那个贵孙子罗峰 让老子花了一个亿 不找他一次麻烦 这口恶气出不掉 还没呢 前面登记资料中 没火锤小队回来的消息 大胡子随意一笑 胡子 那个罗峰惹了你 你要教训 也要在荒野区教训 补给基地可是禁止动手的 这我当然明白 我可不想送死 张泽虎笑的 基地市以及军区 都有政府军队背景在后面 武者们仇恨在的 也不敢在军区中就彼此打斗 那后果可是很悲惨的 补给基地 毕竟是军区中画出的一块小区域 安全等等方面是归军区负责的 那个 那罗峰回来 你给我打声招呼啊 张泽虎笑的 哟小事 大胡子笑着点头 张泽虎将烟头朝地下一扔 踩立脚笑的 那兄弟我就走了啊 回头聊 说着张泽虎就在补给基地前方那前进 说是一个基地 实际上有一点住宅小区的概念 很快张泽虎就在补给基地 靠近大门的一棵大树下 和其他的两名队员会合 怎么样虎子 独眼中年人低声的问他 没回来 一个消息都没有 张泽虎微微笑 旁边的金装光头男子 嘿嘿一笑 现在一个都没回来 依我看 他们肯定是在兽群中死光了 火锤小队死光了好啊 也没啥麻烦了 虎牙小队 根本不怕火锤小队 可是如果火锤小队有成员存活 毕竟还是有点小麻烦的 火锤小队 哼 要怪就怪那罗锋吧 张泽虎冷然一笑 敢让老子花钱 对了 查到有谁抢了我们的猎杀者了吗 没有 独眼中年人皱眉摇头 根本没点消息 队长现在正在屋里 窃着打酒瓶呢 依我看 我们回来途中没追到 现在想查出谁抢我们的猎杀者 没啥希望 金状光头男子摇头道 忽然他面色一变 死死盯着远处补给基地大门口 其他二人见状 也转头看了过去 这一看也是面色大变 只见高峰 陈谷 魏强 魏铁 罗锋乃至张科都在基地门口 A9 老高呢 你们这次似乎遇到麻烦了吧 守门人看到张科已经断臂 包扎起来 骂他 别提了 怪兽没伤到我们 那群狗热的虎牙小队 赢我们一把 高峰咒骂一声 队长 虎牙小队在那边 陈谷猛然爆喝一声 顿时火锤小队所有人 周撞个头来 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 一棵大树英灵下的三个人 看到这三个人 火锤小队所有成员 不由一脸怒色 其中面色苍白 只是背离一个背包的张科 更是爆喝一声 站住 张泽虎等三人 其实一看到 火锤小队六个人 就心中一颤 所以赶紧掉头就走 这事情 他们理亏啊 可这没想到 被陈谷一眼看到他们 还想跑 高峰爆喝一声 火锤小队六个人 都冲过来 这一声大喝 立即引起 补给基地中 不少舞者的注意 这时候 张泽虎等三人 反而不敢跑了 如果真的落荒而逃 不是承认自己理亏了吗 事情虽然做了 可是却不能承认 高峰 你还什么喊 独眼的中年男人 转身怒喝一声道 你当这什么地方 这是军区内 这种屋子不给基地 是你撒野的地方 撒野也不看看地方 光眼男子 也冷头一笑 不管怎样 气质上都不能弱下去 还嚣张了你们 高峰双手 一手抓起一个身后的重锤 红着眼挥舞的双锤就猛烈 冲过去 找打 独眼中年人 张泽虎等三人 都是面色一变 他们没底气 毕竟理亏 滴滴滴滴 刺耳的鸣笛声响起 只见一只戳着 转转服的十二人 分队迅速从不远处冲进来 其中为首的小队长 更是喝倒 放下武器 不给基地禁止打斗 否则 我们为了有权 将你们击杀